欢迎来到史人云频道 我是每天分享一个历史小故事的史语 大唐盛世 万邦来朝 纵观我国历朝历代 从各个方面来说 也只有唐朝能够称得上是盛世了 现在国外的许多中国人住的地方还被称为唐人街 大唐是中国五千年历史最鼎盛的王朝之一 这样一个王朝 在盛世时如日中天 那时的唐朝简直就是亚洲地区的霸主 亚洲周边国家联合唐朝平等对话的机会都没有 但可惜的是 盛极必衰 唐朝的结果实在令人唏嘘不已 在唐朝的最后 各地农民纷纷揭竿而起 不仅皇帝被杀 就连皇子和大臣也无法保全性命 九位皇子被人活活勒死 多位大臣被击杀后抛尸黄河 甚至有人说 唐里一脉随住唐朝结束开始断绝 那么唐朝晚期究竟发生了哪些事呢 古代的皇帝无外乎分为三种 一种是历经图治 开创盛世的一代明君 另一种是一辈子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建树 安安分分地统治好这一时期臣民的中庸皇帝 当然 还有最后一种就是整天沉溺于声色玩乐 至朝政于不顾境而走向朝政灭亡的昏君 唐朝自李渊开始 建国后很快奠定了圣唐之名 在李世民继任后开疆阔土 奠定了唐朝多达一百多年的稳定统治 虽然在此期间也发生了一些变故 但整体来说 唐朝依旧是亚洲地区的霸主国家 掌握住最强大的话语权 但可惜的是 唐朝的强大并没有一直延续下去 唐朝中叶时期 统治者为了牵制宰相等朝官的权威 皇帝们给予宦官很高的权利 让他们能够统治神策军来牵制宰相等人 当在位者还有威力可以震慑住宦官的时候 事态发展还算稳定 当这任统治者走向灭亡 下一任统治者继位的时候 宦官的权力已经到了无可修复的地步 唐朝后期一度宦官专政制造了一批冤假错案 到唐朝末期 宦官当权 皇帝的费力已经由宦官们说了算 这些宦官们唯恐天下不乱 他们选择设立皇帝的标准 也从贤明的君王标准 变成能够好掌控的就行的皇子 小皇帝逐渐成为一个傀儡 成为宦官控制朝政的工具而已 到了唐玄宗手里 唐朝开始一步步的衰落 也许是国家十分兴旺 让唐玄宗有了惰性 唐玄宗从中期开始 便每日沉迷享乐 在家上任用了多位奸臣 搞得朝野上下一片狼藉 并给了有心之人可乘之机 最终安史之乱爆发 唐朝也正式走向了终结 虽然安史之乱并没有直接毁灭唐朝 但也让唐朝皇室元气大损 为了镇压安禄山等人 唐朝使用了一个最无奈的办法 那就是加强杰渡史的权利 这一位助给予了杰渡史自立威王的机会 要知道在乱世之中 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称王称霸 唐朝的这一举动 将唐朝直接陷入了割裂的局面 而真正毁灭唐朝的 正是当时的节度史之一 朱温 说起朱温 还要从皇朝军开始 朱温原本是皇朝军当中的一员大将 为皇朝军的崛起立下了汉马功劳 但遗憾的是 皇朝军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 作为一个将军 朱温自然无法做到战无不胜 在遇到王仲龙的时候 朱温失败了 按照朱温的想法 一次失败并没有太多的影响 卷土重来即可 但这是让朱温愤怒的事情发生了 整个皇朝军竟然没有一个人去支援他 再加上此时 皇朝军已经开始走下坡路 朱温前翠一不做二不休 以七暗投明的姿态来到了唐朝 在成为唐朝的官员后 朱温做了几件大事 首先就是对当初不支援他的皇朝军报仇血恨 朱温本身就是皇朝军的顶级战将 此时有了唐朝的军队 打败皇朝军剩下的将领一如反掌 朱温不仅打败了他们 还夺回了长安 凭借这次战斗 朱温很快被封为了节度使 如果事情就此结束 朱温还成长不到未来的高度 恰逢宫中再次出现叛乱 宦官刘继竟然发动政变 软禁了唐朝宗 这不就是摆在眼前的机会 于是朱温很快出兵 救出了唐朝宗 因此朱温获封梁王 声名大噪 同时也让朱温有了更大的野心 他不想当一个普通的王侯 他想成为真正的王 而唐朝的现状就是他最好的机会 接下来 朱温继续四处征战 在讨伐韩全会的时候 意外抓到了被胁迫了唐朝宗 再次看到这位给予他权力的皇帝 朱温的心态早已不相同 于是他前翠杀掉了唐朝宗 扶持唐哀宗上尉 成为了控制整个唐朝的人 但一个明面上受他控制的皇帝 还是不能让朱温放心 为了防止有人再次篡权 保住自己手里的傀儡 朱温决定对剩下的皇子痛下杀手 他设下宴席 一次性邀请了剩下的九位李氏皇子 这是一场赤裸裸的鸿门宴 但这些皇子完全没有反抗的胆量 纷纷应约而至 被朱温的手下活活勒死 尸体被扔在了九驱池 朱温的做法 自然很快遭到了众位大臣的不满 大家在朝堂之上对住唐哀宗一顿狂轰滥炸 颇有讨伐朱温的意思 这一幕彻底惹怒了朱温 他让皇帝下旨 借口商量下一步计划 将朝中有能量的大臣约到了白马义 当众位大臣到达目的地之后 发现等待他们的竟然是朱温 这次朱温依旧心狠 二话不说直接开始杀戮 杀人之后抛尸黄河 众位大臣尸骨不存 唐朝也成为了朱温的一言堂 但朱温依旧不满足 在他看来 现在的唐朝已经无人可以压制他 于是朱温来到了计划的最后一步 自立为王 西元907 朱温逼迫唐埃宗进行禅位 而他成为新的皇帝 改国号为梁 这就是历史中的后梁 成为皇帝后 身为傀儡的唐埃宗也没有逃过生死的命运 至此 李氏皇朝的所有后代几乎全部生死 就连那些忠心于唐朝的大臣 也几乎全部灭绝 在历史当中 每一个朝代都有不少人试图恢复上一个朝代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清朝的反清复明 而出现这样的情况 是因为在新的朝代中还有很多旧世代的传承 例如唐朝出现就有不少随朝的旧事力 可在宋朝当中却没有任何人试图恢复唐朝 就是因为当年朱温几乎将这些人全部杀绝 唐朝的灭绝是我国历史上最血腥的灭绝 因为其他朝代的更换和朱温完全不同 刘邦 李渊 朱元璋等人 他们早早地就定下了建国的目标 所以对于前朝之人大多会比较仁慈 在确认无用和无法劝降的情况下才会杀戮 但是朱温不同 朱温一开始的目标就是杀戮 杀掉所有可能对他造成威胁的人 之后才考虑是否上位成为皇帝 除此之外 朱温行事方便也是其中一个主要因素 身为节度使同时还是梁王 朱温早早地就进入了朝堂之中 再加上扶持唐埃宗上位 他就像是提前进入了敌人中心 自然会将所有人全部铲除 但朱温的心狠手辣 也给自己带来了报应 在成为皇帝后 朱温变为了一个彻底的昏君 终日饮酒作乐 贪图美色 根据记载 他连自己的儿媳妇都不放过 再加上他想让自己的养子继承皇位 最终被自己的儿子亲手杀死在床上 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了解更多趣味历史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有任何感兴趣的话题或人物 可以直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很乐意和你分享